第297章 你太有才了 谁知他真这么想着 孩子早就坐在灶洞门 用火钱扒拉着灶洞里的灶灰 一边道 你是不是用瓦罐喂了啥好汤 那今晚也不能吃 等明天早餐才能吃呢 这啥东西 他没扒拉出瓦罐 却感觉火钱碰到一团阴阴的东西 因不晓得是啥 怕碰坏了 便不敢随便转动 忙问道句话 句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才想他发现不了 谁知马上就找到了 他笑着过去 在他身边蹲下 一手撑着他的膝盖对他说道 这么快就被你找到了嘞 我还想让你多找一会儿嘞 掏出来吧 你再猜猜是啥东西 这回你要是猜到了 我就扶你 怀子见他得意的样子 也来了兴致 忍不住凑着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然后一边把那团东西往外扒拉 一边笑道 你又弄啥新鲜东西了 这会儿山芋还没长大嘞 难不成是鱼 等他将那一大团东西夹到躁动门口 眼睛一亮笑道 哎呦 这么大一团 嗯 肯定不是鱼 别动别动 我再猜猜 这么大 这么圆 又用火钳加了 掂量了一下 这么重 怕 是只鸡 他有些不确定的 看向菊花 菊花先是一呆 然后猛的在他背后 垂了一拳 笑着嚷出了一句前世经典的小品台词 你太有猜了 怀子乐呵呵的笑道 还真是鸡呀 咋想起这么烧的 菊花让他把外面的黄泥敲碎 露出里边的荷叶 然后才小心的捧到案板上打开 顿时满屋飘香 小两口在厨房里笑声不断 和氏和张大山在院子里也会心微笑 张大山忍不住嘀咕道 说啥嘞笑成这个样 和氏蹬他一眼道 你想知道 那你去瞧瞧吧 张大山急慢摇头 谁晓得儿子跟菊花在说啥亲密话嘞 他跑过去不是找不自在吗 这时张扬捧着本书走进院子 他虽然穿着一身短装 但浑身透着一股子书卷起 举止斯文已经是偏偏少年狼了 何时向他忙道 就要吃饭了嘞 先去西巴里 这么大热天的还要读书写字 真是遭嘴 在他看来 这读书写字比重地累多了 张扬眉头一扬问道 今儿吃饭那么早 呼听厨房里传来了哥哥嫂子的说笑声 期间假着赞叹 他便不回正屋 一路小跑地进了厨房 这会儿又没有斯文像了 倒像是个活泼的少年 张大参见小儿子毫不避讳地进了厨房 不禁咕弄道 这一玩儿一听眼色也没有 何时听了扑出一声笑起来 张扬跑进厨房 见他哥哥嫂子正站在案板前 弯腰捣鼓啥东西 他吸了吸鼻子问道 啥味儿呀 这么香 嗯 好像是鸡的味道 菊花和怀子回头见他来了 一起笑道 你鼻子可真灵 张扬忙挤上前 发现两人正用筷子拆一只鸡嘞 他实在是被那香味勾得忍不住 口里冒水 便将梳碗腋下一夹 抓起一只拆下来的鸡腿 就往嘴里塞 一边叫道 嗯 好香好香 鸡肉啊 弄嫩又滑 菊花姐姐 你这咋烧的 菊花和怀子对视了一眼 先是大笑了几声 然后怀子道 你来猜猜 这鸡咋做的 你要是猜出来 我就扶你 他把菊花刚才说的话 现学了过来 杨子见两人兴致勃勃的样子 诧异的问道 很难吗 哥你刚才不是没猜出来 眼下来烤我 菊花却笑着对他说道 嘿嘿嘿 哎哟 你哥呀 可有猜了 你猜又猜中了嘞 你快来猜猜 比你哥如何 他一说这句台词 就想笑 张扬三两口 将一只鸡腿啃完 扎了扎嘴 转着眼珠想了想到 嗯 不像真的 肯定也不是烤的 水煮的也不像 不对 怕还是真的 真的才嫩嘞 是真的吗 他说了一句 菊花跟怀子笑一阵 两人一笑 他慌忙又改口 反复几次 又觉得是真的 菊花提醒他道 杨子 往后 你可是要当大任的 平日里 一定要仔细 留心观察 身边的事物 这鸡 到底是咋做出来的 你不能光凭味道 和口感 你得瞧瞧 他的模样 还配了些啥 怀子见张扬 完全没有留心 岸板上剥开的荷叶 笑道 你呀 就算尝味道 也该尝出来 有荷叶的味儿吧 那荷叶在哪呢 张扬这才发现 岸板上的荷叶 恍然大悟说道 我说是蒸出来的吧 不过又不大肯定 要是直接蒸 就没那么干爽了 原来是用荷叶包着 蒸出来的 这就对了嘛 他姨父解开了答案的样子 甚是愉悦舒心 怀子和菊花相过愕然 呼得放声大笑 两人同时对张扬喊道 你太有才了 张大山和和氏 见小儿子进了厨房 那笑声更大了 两人胡一不已 将院子收拾好 积压安排妥当 也一起进了厨房 和氏笑问道 咋还不把番菜端出去嘞 光听你们笑去了 啥是这么高兴 菊花忍笑解释了一番 于是新一轮的 猜谜活动又开始了 张大山猜得更离谱 说是用荷叶包着烤出来的 何时忍不住 白了他一眼道 那不把荷叶烤糊了 你瞧这荷叶 明明好好的 只怕呀 还是跟杨子说的 是用荷叶包了针出来的 张大山嘴里强便 说荷叶外包了东西 不就烤不糊了 然后他一眼瞅见 荷叶上果然有残泥 立即只给他们瞧 大声嚷道 咋样咋样 我说的吧 这不是黄泥 菊花用烟鸡蛋的黄泥 包了这荷叶 荷叶包了这鸡烤的 不对 这么烤也不便宜 是烧出来的 嗯 准是埋在火里烧出来的 张阳听了 瞄了一眼荷叶 果然如此 立即跟怀子和菊花笑着大喊道 哈哈哈哈 爹 你太有态了 一家人笑得前腹后仰 好不容易才止住 将饭菜摆在院子里吃了起来 一时吃完 张大山又得意的显摆道 你们都没猜出来 就爹猜出来了 姜呀 还是老的辣嘞 菊花和怀子听了偷笑不已 何时白了他一眼对菊花道 往后呀 咱也经常这么弄着吃 又省财火又省劲 不用费事下锅炒 多便宜 味道也好 张阳连连点头道 嗯 这么弄好吃 就是太少了不够吃 我还没吃好嘞 菊花姐姐 你该塞一些蘑菇黄豆在鸡肚子里 那样就多了不少东西 菊花点头道 嗯 还有一只嘞 我娘送了两只鸡来 那一只我想名红烧的 怕坏了 抹了点盐 用井水冰在那 要不还这么弄 正好今晚呀 买一晚上 明天吃 何时急忙道 听你这么说 我就晓得咋弄了 我来弄这鸡 你去歇着 他爹呀 你再去掐两张大荷叶回来 正好烧了洗澡水 锅底好搭的火 张大山便起身去 荷塘加荷叶 何时去弄那只鸡 这里菊花收收碗筷 呼得响起井里 还吊着一桶仙桃来 茫然怀子提上来 正好饭后吃了消食 张怀将桶提上来 看着那新红的桃子 何时赞道 这早一年种的就不一样 瞧这桃多好 咱家的 怕是明年才有的吃 被井水浸过的桃 清甜凉润 怀子咬了一口笑道 门前的也快能吃了 不种在自己家院里 就不容易管 还没长大 那些小娃就摘了 不然呀 也接得跟你家一样多了 菊花皱眉道 小娃不懂事 回头得挨个的 跟他们打招呼 这么必轻的桃 摘了不是糟他吗 长大了又不是不让他们吃 要不然 为何没有人 在自家土地范围之外 种果树呢 这就是原因之一了 没有人会拿他们当回事 更不要说去照管 不破坏就算好的了 吃笔 菊花将桃盒都收集起来 扯着怀子道 去我娘那儿瞧瞧牛 怕是要下小牛了嘞 正常和去年买的那头牛 年底怀孕了 再过几个月就要下小牛了 何时笑道 哪有这么快 总要到十月份才能下 牛可是要怀十一个月的身子 才算足月嘞 菊花笑道 我瞧他那大肚子 总替他着急 这还不生嘞 要是生一个双胞胎就好了 说笑着 两人出门往郑家去了 郑长和伺候母牛十分惊心 这怀孕期间也没让他们干活 另外租借了牛来耕田 耕地则用马 每天早晚放牧也勤快得很 如今郑家的畜生可多了 两匹马一头牛 鸡鸭也是一群 猫狗整天打架 猪要斯文一些 吃了睡睡了吃 牛棚里菊花点燃了一只小火把 看着那头大肚子的母牛 安详地吃了青草 殷切地问郑长和道 爹 这牛要到十月边上生吗 到时候我几些牛奶煮了喝 不碍事吧 郑长和手里攥着一把大蒲扇 一边摇着 顺便帮菊花去干蚊子和苍蝇 一边笑道 哈哈 不碍事 爹把它照顾得好好的 那牛奶肯定吃不了 不过要是生两头小牛就够呛了 嗯 那也不要紧 我闺女想喝牛奶 她们呀就少喝些 徐花听了扑翅一声笑起来 一边啪的一声 打在手腕上 打死了一只蚊子 气恼的说道 哼 这些蚊子最讨厌 用艾叶烧了也不管用 咋有那么多嘞 瞧那瓦缸里的水 落了密密麻麻的一层 哎呦 瞧了 脾气皱 这牛自己滚一身泥 蚊子盯不着它 引得到处乱飞 这些蚊子盯不着它